大家好,这里是何春 我们来继续二小姐还原欧洲系列 上一期我们已经讲到了 二小姐成功的在伦敦 饮上了英格兰的红茶 并且我们的势力范围 已经扩大到整个地利地区 即便法兰西王国对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 但却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 毕竟我们只要有一天在神罗境内 就会受到神罗皇帝奥地利的保护 奥地利帝国现在连统着 匈牙利王国并且与卡斯蒂利亚结盟 还拥有米兰等强大的盟友 法兰西的这位外交家国王雅克一世 显然是不会愚蠢到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的 况且等我们的实力再增长一些 就拥有独自对抗法兰西的能力了 到了1502年的4月2日 我们正处于修正当中 新教改革居然在瑞典境内发源了 正好他们肯定是会转信新教的一个国度 不过我们的二小姐 作为目前的伯利神道的忠实信徒来说 这些所有的基督徒们都应该信仰 我们光明伟大的伯利神道 我们也有义务让这些欧洲人明白 这来自幻想箱的东方特色宗教 才是最优秀的宗教 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 我们的弗兰德斯在科研 以及理念的推行上远超于其他国家 我们也尽可能的在和平期间选择了神奇作为我们信仰的神明 来提供科研以及理念花费的减免 在殖民主义思潮已经发源的情况下 我们也积极的去改善了与普达拉的关系 以求他们给我们分享思潮 毕竟我们首都是在低地地区 是接受不到殖民主义思潮的 这点跟在幻想箱境内是不同的 幻想箱境内高发展度的省份还是能够照常的获取思潮的 那么在二小姐最终要为信仰决断之时 我们就毫无疑问的来选择了神道教是更为优越的宗教 走幻想箱特色的伯利神道传教 能够提供一个虔诚之道的增益 在20年内提供传教强度 以及正统信仰容忍度的增益 这一项会给我们解锁宗教任务线 现在我们已经接收到了来自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思潮分享 不过二小姐决定先来提升到九级的行政科技 毕竟这会多给我们提供一个理念族的选项 我们就可以先利用点数来推行向新的理念族 显然弗兰德斯国内上下对第三个理念族选择国家的方向众说纷纭 不过二小姐有自己的想法 同时她的决断和命令也是绝对性的 我们的领域内不允许出现任何反对二小姐的声音 不过生活在弗兰德斯领域内的 不论是幻想象人民还是其他欧洲人都感觉非常的幸福 他们是根本不会对我们兴起反抗的 现在二小姐准备来推行国家宣传理念 告诉这些欧洲的民众们 弗兰德斯领域内的生活是多么的优越 我们的二小姐及弗兰德斯公国 要将整个欧洲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即便他们可能需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 一些有罪之人的一部分最终会来到二小姐的酒杯当中 不过这些就是民众无法得知的秘密了 毕竟在他们看来 二小姐只是一个爱喝红茶的小女孩罢了 国家宣传理念自然是能够提升弗兰德斯 在全欧洲人们心中的位置 我们是来拯救他们脱离苦海的 所以可以降低不正当要求的花费 降低10%的AE 而且还拥有威望的增益 5%的陆军士气 以及20%的国家人力修正 大家想想要是欧洲的外国人 都对弗兰德斯伯国感到非常的羡慕 认为在其中生活非常幸福的话 我们本国的国民自然是踊跃参军了 陆军士气和后备人力都能够获得极大的补充 同样的我们能够更加轻易的去转换外国地区的文化 而别国在我方省份内的核心也会消减的更快 国家审查这一项是原本针对一些凡人的国度的 但是在我们二小姐的英明领导下 我们实际上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们也享受不到这项的奖励 因为我们的二小姐是个不折不扣的吸血鬼永生者 弗兰德斯人你要自信 这是来自于我们二小姐手下的宫廷顾问所对大众宣传的话语 这些顾问对我们二小姐的态度简直达到了狂热 只需要更低的薪水便能死心塌地的 不断地为我们的国家宣传二小姐领导的英明信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更加合理地去在战争中征收一种特殊的战争税务 而且我们也将在任何的作战中坚定意志 也许在某个平行时空的某个人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过在这条时间线 英格兰德首都伦敦一线 未来只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这句话当然是由我们的二小姐弗兰朵路说出的 在军事科技达到9级之后 二小姐通过魔法的方式与幻想像内部的魔法森林 她的朋友爱丽丝取得了联系 我们准备借用一些她的人偶军团来武装我们在欧洲的军队 爱丽丝自然是欣然同意 所以说我们的9级兵种就来选择人偶军团 这种军团拥有非常均衡的火力冲击以及士气属性 相信爱丽丝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弗兰朵路回归幻想像的 所以说也选择借给我们了一些强大的人偶军团 到了1508年的2月24日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科隆大主教居然派出了一支吸血鬼猎人部队 来尝试击杀我们的二小姐 因为他们手下的间谍报告说 弗兰德斯领域的这位女公爵好像在会见外宾之时 酒杯里装的不是红酒也不是红茶 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不自量力的大主教派出的刺杀小分队 就在边境上被我们的部队全部消灭了 那么现在我们该给这位大主教一点教训 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 虽然敌方的部队实力非常强大 但是我方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并且领导着每一支部队的都是强大的三星降临 更何况吸血鬼猎人的总部伦敦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相信这些流窜在外的吸血鬼猎人 是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威胁的 而且在二小姐的英明领导下 我们军队的陆军传统可以常年维持一个100点的高额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去考虑日后彻底的再教育弗兰躲路了 因为那种情况下这个军事教育家特质是完全用不上的 未来还有其他的军事理念能够提供年度的陆军传统衰减啊 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 将二小姐的怒火发泄到这个不止死活的科隆大主教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陆军势力是压倒性的 敌方的军队陆军时期最强的是东福利斯兰 这个农民共和国显然比我们低了整整1.6 而训练度在我们没有使用禁忌莱瓦丁的情况下 也比我们低了10% 至于这个科隆大主教好像是忌惮我们的威名 他们的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部队也直接几率涣散刺散溃逃 不过这一切都是科隆大主教咎由自取 他们显然已经无路可逃 我们的部队不需要回满士气 只需要一个月的等待就可以 将明斯特以及科隆大主教的军队全部全歼 我们在这两战当中一共加起来 才损失了不到1200人啊 打出了非常辉煌的战果 到了1515年的1月2日 我们终于才来决定与科隆大主教和解 但是代价就是 他的所有领土全部都必须并入弗兰德斯伯国 这也是我们的二小姐弗兰德路跟科隆大主教协商之后的条件啊 不然的话 科隆大主教整个人都会成为二小姐酒杯当中的一部分 主要还是花了点时间来等这个AE的消去啊 虽然说我们减免AE的项目非常之多 但是在神罗内部扩张产生的AE始终是十分之高的 好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简阅度厌战度的方式 在呼吁和平达到0.23之时 几乎还没有国家厌战度的增长 这是极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全面吞并科隆 从此 神社罗马帝国就少了一位选帝侯 突然眼间 我们就来到了十级的行政科技 以及十级的军事科技啊 居然还有些小国不自量力的妄图拉起包围网 针对我们的弗兰德斯伯国 他们宣称二小姐弗兰德路在神罗内部的大肆扩张是非法的 并且希望皇帝做出回应啊 可是奥地利的态度却十分的冷漠 在法兰西与我们敌对之后 另一个欧洲列强奥斯曼也选择了与我们敌对 他们的陆军数量是我们四倍有余 显然他是有这个自信的 而且不同于法兰西制作的探索理念表现 奥斯曼则选择了正面英刚 他们的帝国拥有质量理念 经济理念 以及三发的数量理念 显然在极难历史幸运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增议 不过我们的二小姐对此嗤之以鼻 毕竟双方的领土现在相距十分遥远 即便我们现在与奥斯曼帝国接壤 相信我们现在也是能跟他有一战之力的 正好到实际军科之时 我们准备同样通过魔法联系一下幻想像内的天狗领域 找目前天狗领域的代理人射命完文 介绍一些天狗新兵 作为我们在欧洲阵战的骑兵单位 即便我们的姐姐雷米利亚在幻想像内不是人见人爱 但是对于她的妹妹弗兰朵路来说 整个幻想像基本都会保持相对友好的态度 那么我们也算轻松地借到了天狗新兵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欧洲地区征服得更加顺利 显然合同的科技跟欧洲的军事炮兵走的不是一条科技线 我们也无法使用合同的特殊科技 而地灵电的合反应堆也还在研究当中 自然我们是派不上用场的 就来选择长管炮 在这些新招募的天狗新兵利用飞行能力来到欧洲的途中 便就历经了亚洲的许多国家 可以看到曾经的世界第一列强大明现在正在遭受危机当中 兵力匮乏国内叛乱四起 众多强敌已经开始纷纷发动入侵 显然明帝国已经命不久矣 日本却出乎意料地早早地完成了统一 并且与大明结成了同盟 在共同对抗它国内的反抗军 实在是非常的神奇 合中苏端则是选择反叛了天木尔帝国的统治 即将拿到伊朗高原的统治权 不过西侧的黑洋以及奥斯曼帝国还是一个值得挑战的目标 卡斯蒂利亚则在基本完全统一了阿拉贡之后 才完成了对阿拉贡的联合统治 并且整个科西加岛以及萨丁岛的北部 已经被法兰西占据的情况下 连统阿拉贡的意义其实已经相对不大了 即便国力震盛 但是外交和领土局势却不容乐观 我知道卡斯蒂利亚王国新任的九岁国王恩里克 能否单次中断抵抗住法兰西的进攻呢 不过从这点也见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血脉 在欧洲地区是多么的强大 目前波兰以及卡斯蒂利亚都全部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了 当然这些问题目前还不需要二小姐来考虑 由于之前完全推行了国家宣传理念 布兰德斯堡国内部的优越性已经深入了每个欧洲人的心中 我们就可以来以一个相对合理的方式向外传播我们的宗教影响力了 由此不论对内还是对外 向其他的异端异教徒传播我们的伯利神道都是十分合理的 并且在这种号召下 一些欧洲当地的贵族选择了应召入军 他们的加入丰富了我们目前的将领储备 自然能够提升我们将领的冲击能力 而且实际行政科技也带来了一个新的理念组曹卫 我们的二小姐不光是在战场上临兵征战 他还利用了一些休息时间派遣自己的分身 去法兰西国内学习了一些强大的外交手段 以及行政管理能力 如果要击败一个对手 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的了解他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残 所以说我们从法兰西的宫廷内 学会了非常卓越的外交理念 以及最为重要的这一时期的欧洲宫廷贵族通用语言法语 想必这能为我们的弗兰德斯带来丰富的外交增益 而且日后如果再深所踏过的领土 我们就可以多拿不少啊 就可以将更多的欧洲人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了 到了1515年的12月25日 这一年的圣诞节 富兰德斯带决定来重新获得这一路上旅行所学来的知识 就可以重新获得三个特质了 这样二小姐就可以忘掉一路上来的冒险所得 在一个月之后就能获得一些新的冒险特质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起来这一次富兰德路根据冒险经验完全就走向了一个别的方向啊 基本上侧重于行政以及外交侧没有任何一点军事侧的能力 分别是轻震连结 谨慎以及狂热 这些冒险经历想必也能给我们的富兰德斯带国提供不错的价值 尤其是狂热和谨慎这两项特质 目前我们都是能够进行非常好的运用的 而轻震连结对腐败度的减免 配合上我们的圣德太子行官僚 以及日后的一些征服改革 想必我们是可以完全不消耗任何资金来更出腐败的 这一次富兰德路对自身冒险经验的更新 算是非常成功的了 那正好趁着新年来到 新年要有新气象 我们的富兰德斯带国决定来好好教训一下我们的敌人 之前我们的富兰朵路一直在欧洲国际的会议上 跟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 并且一直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 同欧洲各国实行自由贸易 没有想到在我们没有禁运任何国家的情况下 英格兰却首先对我们的贸易发难了 直接对我国进行了禁运 减少了我们大量的贸易竞争力 二小姐对这种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并且指控英方在贸易上的恶性竞争 但英格兰国王亨利九世却不以为然 他好像认为这种经济制裁行为才是合理正确的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 毕竟他们的前首都伦敦已经在我们的手里了 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经济制裁 也算是相对合理的 但是我们的弗兰德斯外交部立即就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英格兰取消贸易禁运 但英格兰选择了拒绝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在战场上刀兵相见 正好我们之前获得了合法的圣战借口 传播我们的伯利神套 就让我们来用上它吧 直接对英格兰发动圣战 由于此战中敌方是浦英联军 再加上有瑞典 这三国都是拥有海军的 所以说我们的海军之力可能完全不如对方 此战就提前的将部队分派到了不雷天及本土地区 我们的舰队就不出港了 因为九级外交科技可以提升一次重型战船的等级 而我们的国家外交部为了着重对内进行国家宣传 对外推行外交理念是消耗了大量的外交点数 我们的外交科技就相对落后了 出乎我们预料的是瑞典好像不太愿意跟我们交战 原因是它内部有相当大的农民起义 达克战争 那么就让它退出吧 如果我们的兵力要到瑞典王国境内 还是需要一些海军的帮助的 完全出乎我们预料的是 在我们消耗了169天才拿下英格兰目前的首都林肯郡之后 敌方居然有非常庞大规模的部队 在围攻我们在英格兰的伦敦地区的要塞 而且葡萄牙还派遣了一支20k的军队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谨慎行事了 先尝试进攻英格兰驻守牛津的外围军队 看起来敌方选择分兵解围 而我们的要塞也成功的坚持到了敌方援军的离开 那现在就先让我们解围伦敦 然后再去击败敌方的主力军队 这样一来我们仅损失了5000余人 就消灭了敌人1万人 敌方的这位英格兰将军还拥有6点冲击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此战也只能说是险胜 由于有伦敦的要塞 葡萄牙援军虽多 但却无法支援到我们进攻英格兰的部队 而且在破坏之威名达到100点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进攻方的投资奖励 即便不使用莱瓦廷 相信也可以轻松的击败敌军的部队 英格兰国王亨利九世清真前线 来鼓舞陆军士气 仍然无法击败我们的军队 想必他也没有料想到这种小小的经济制裁 最终会给自己的王国带来涅理之灾 为了确保对英格兰的征服胜利 我们还是使用了紧急莱瓦廷的能力 现在训练度达到了120%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完成任务术 强化自己的部队能力了 职业军队能够提供20年的核心化花费减10% AE减20% 这样此战中我们就能够获得大量英格兰的领土了 获取的英格兰领土越多 就会让英格兰国王亨利九世 认识到他的错误是越大 在埃塞克斯一役 普太亚的军队为我们生动形象的演示了 什么叫做有军有难不动如山啊 他就活生生的看着英格兰的一支 两万六千人的大军被我们全部歼灭 而他们仍然选择强攻我们在伦敦的要塞 这显然是十分不理智的 那我们只用等待部队补充完毕 士气稍作修整 就立即对伦敦进行解围 之前是英格兰围成葡萄牙选择撤军 然后发现我们的部队整军完成之后 葡萄牙的部队又重新开始围攻伦敦 这时英格兰的军队没有降临指挥 却立即选择了逃走啊 那么葡萄牙的军队就被卖在这里了 看起来普英同盟的这个联盟关系 也并非牢不可破 在国家利益面前 这种外交的同盟关系就显得如此的可笑 虽然说我们没有成功的全歼普太亚的军队 但是成功解了伦敦之围之后 敌方的联军就再也没有与我们对抗的实力了 最终普英联军还是在林肯郡之上选择了 跟我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如果这场战争早早的发生在伦敦 敌方的兵力是我们的接近三倍 反倒还有些圣级啊 现在只是我们的两倍 就完全不可能赢过我们了 虽然说在战报里没有显示将领数据 但是可以看到敌军还是有六点冲击力的将领的 战斗至今 我军在战斗中只损失了26k的兵力 而敌军则损失了116k的兵力啊 方方的战随规模差距实在是天差地别的 在持续了139天的维城之后 我们拿下了普达的首都里斯本 现在就让我们帮助他废掉这个不靠谱的同盟条约吧 这也是为了报答他之前将殖民主义思潮 慷慨的分享给我们 通过这场战争 我们也教会了他们这个同盟关系是多么的不牢靠 至少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九世在任之时 普特亚就不要与他交好了 接着二小姐准备在战争中来宣称 伯利神道的信仰守护者 由于我们的首都在欧洲 所以说这个信仰守护的范围只会在欧洲 而不会守护到一个新的大陆幻想向上 所以说我们便可以无条件的享受三级的信仰守护者的强力加成 而不用担心需要去保护其他的魔力神道国家受到任何的限制 这完全就是一个正向的增议 到了1522年的5月23日 我们的弗兰德斯外交部仍然还在努力争取一个相对更好的和平条约 并且也是等待AE消退 此之为了战后能够在国内更好的发展综合国力 我们将供奉的神习换为了地命女神赫卡提亚 提供发展成本的兼免和国家税收修正的增益 而赫卡提亚能够给我们的些许身次 便是由三种特殊的面向能提供不同的加成 其中地球之面向能够提供大量的税收加成 无疑对经济实力有一个很好的增益 月球之面向则是提升船只的耐久度和船舶的贸易竞争力 而异界之面向则是额外在提供5%的陆军士气 以及20%的人力恢复速度 现在我们的人力为零显然是需要这一项的 不过在教训了英格兰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短暂的修正期 那个时候人力应该是能够补满的 所以我们来选择地球之面向 来进一步的强化收入能力 到了1523年的1月4日 我们终于拟好了一盒条款 这样一来包围网就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性了 主要是来获得整个的诺曼迪 还有英格兰内部的大量的重要贸易港口省份 进一步提升我们在英吉利海峡的贸易竞争力 日后只需要夺取皮卡地以及法兰西岛区域 即可将我们的领土连成一片 到了3月1日 二小姐在使用了魔法 查看了一下目前的世界高发展度国家的收入之后 发现我们的收入实际上非常的不堪 二小姐就决定在国内建设一些新兴的工厂 由于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国内资源的勘探 所以说很多的工厂 即便科技水平已经到了 创新度足够的情况下 仍然是无法建造的 那么就先来建造一些目前能够建造的吧 我们首先来建造一座镜片工厂 泽兰地区的海鲜显然不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 无法给我们产生很多的经济利益 那么我们就来帮当地人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 建造镜片工厂之后 当地的贸易品会直接变为光学仪器 如果我们掌控了大量的光学仪器贸易就可以给我们的国家提供海军降临的机动能力加一点啊 海军降临的机动显然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也相信弗兰德斯伯国会在二小姐的带领下将这些新兴的贸易品全部的生产出来 我们的国力和贸易竞争力也会日益强盛了 二小姐凭借着优雅的外交手段以及弗兰德斯伯国外交部的努力获得了英格兰的大量领土 现在我们在英吉利海峡的贸易竞争力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相信核心化建造完成之后就能基本完成垄断 那么我们何时与法兰西开战以及进一步的去征服神罗诸侯 甚至是解散神兽罗马帝国呢 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吧 我是何川 我们下期再见